德國現在沒有什麼銳器 可能糧食不夠,可能石油 哪些銀器都不夠,因為要用勞布交易 現在處於兩難 我想說一件事,這次俄烏衝突 意外地將德國的傲慢完全摧毀 德國傲慢其實可令中國人有點不快 之前說過,克爾時代制定了一套 經濟科技的一個方法,就是利用穩定 而廉價的俄羅斯天然氣 去到達成中國市場 和中國的一帶一路不斷地開拓 這個發展中國的工業化 這本來是一個大計 大家忽略了一件事,德國之前推出的好行 就是工業4.0計劃 工業4.0計劃就是把生產製造業智能化 就是利用這個通訊 移動通訊,利用一些智能 就變成工廠 已經再不像現在的工廠 需要人手,人是完全智能的 和我們中國的製造2025 原本是有這個 互利商人的戰略合作 因為大家都涉及到5G時代的物理網 人工智能組合 即是說大家都很相似 大家可以合作 大家可以理這些科技的恭敬 中國有這麼大的市場 這麼大的人力去投資 其實大家可以去談 是一個相當奧馬 這個國家 基本上以為自己是西方的一個 所謂道德與標準的制定者 或者他站在制高片之上 他們沒有覺得中德合作是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好處 反而是受到美國的影響 美國不斷阻攔 2019年是對華為進行制裁的時候 同一時間就叫他所有的盟國 包括德國和歐洲國家 千萬不要用華為的PiG 藉口就不是說中國的PiG厲害 藉口說中國的PiG會有後患 不過當時政壇 除了默克爾 本人是比較清醒的 為什麼呢 你是要說是經濟現實 不是在說什麼意識形態 但是他們下面那些所謂政壇的人士 非常之傲慢 經常就拿這些新京人權 香港自由 帝道 甚至台灣國際化的問題 做文章 非常於歧視中國的人 德國人不少 在一個2019年 任正非當時都很厲害 被美國禁制得很沉重 於是不停地開國際記者會 其中一次在2019年11月 即是5月當時被人 進入實體清單 他11月又開一個記者會 當時德國電台有位記者 是單刀直入 他說現在 即是當時已經在9年 11月 那段時間 同一時間 德國在討論 關於華為的問題 他說不單止涉及華為的技術和篩設 包括信不信是華為 因為華為的總部 是在中國 中國的法制 但是德國有問題 德國有問題 德國有問題 他不知道你 任正非是否了解 現在德國有越來越多的政治 認為中國的法治水平 沒有德國那麼高 因此 他們來自中國公司 缺乏了身 所以為什麼說 我們不用你華為 就相當合理 你任正非 有沒有補充 任正非 就說 如果你拿中國的法律來比較 就不太入邏輯 你中國的法治制度和德國不同 於是我不信任你 於是我不信任華為的科技 這個邏輯調理 如果你這個邏輯成立的話 我問你 德國這麼看不起中國 不想跟華為技術有什麼交流 你賣這麼多 德國車來中國做什麼 你不自身矛盾 一巴掌過去 醒了 還未醒 至於德國的大使 就不肯 當時也是對德國的態度 提出明國立場 他說如果德國做出決定 讓華為排除德國市場之外 就肯定會發生一些效果 中國一定是不會坐視不理 就是換言之 幾年前大家都交鋒 德國跟著繼續 不太沒有改善的態度 也沒有自立華為的技術 其實不停在新疆問題 他們的媒體 他們的政客都是如是 好了 今次在這個牢報問題 他們飯都不夠吃 可能能源可能都 就算有供應都好 可能要捱很貴的燃料 於是他的工業4.0會不會受阻礙呢 他的汽車工業會不會受阻礙呢 告訴你 中國現在的電動汽車 和這個智能汽車 和物聯網的繼續業 追得很快 不過是一個競爭對手 我不敢說要幸災樂禍 不過對德國的這個心情 其實都蠻複雜 還有 阿傑說過我們中國一直推行綠色經濟 但是德國呢 都是很 proud of 他自己對綠色經濟的貢獻 之前 原來如果他斷氣 如果他不用盧布加尼 或者天然氣沒有了的話 很大件事 他不用俄羅斯天然氣 他要去替補方案 他就用不到天然氣這麼乾淨的燃料 所以他們那個所謂綠黨出生的外長 德國的外長 那位斯拉 即是說自己是街坊 我自己很 proud 我自己是素人那位 所謂大文 他很執著什麼叫綠色原則那位外長 他說都可能考慮用這個煤炭發電 那每攤就是有污染 德國其實很潔癖的 我看那篇文章 他說有一對夫婦就是去了德國做事 可能是老公在那裡做事 他說生了兒子 哇麻煩 他說德國很嚴謹的 就是說他們的垃圾你不要亂扔 分類 你如果有尿片 你有食品 你真的麻煩你分好所有才扔出 但是不是說罰到你失禮 所以他們要得到公司其他德國人去幫忙 譬如教他們怎樣做 甚至要怎樣給包裝 這麼潔癖的國家 很厲害 他有優越感 不過告訴你 你快要用煤炭了 快要污染這個世界了 所以說這些傲賣哪裡 因為如此小小的國家 雖然說你百多二百年前 賺了工業化成就 賺了科學基礎的進步 但是 我實說只是一個七二小角 在我們面前 高大威猛 那些人權 批評什麼新疆問題 雖然你說不是所有的德國人都這樣 現在馬克爾都會有很慈戀的態度 但是 今次可以見到 教訓告訴你 西方其實 都不過是皇帝的新衣 是沒有了衣服到處走 因為沒有人去踢爆你 今次勞告起義 將你整個的形象 可以叫做 完全暴露出來 另外一個暴露出來 就是很有趣了 在說這個 既然是來自美國官媒 《彼國之翁》的報導 他們提到 《時代革命》這個紀錄片 《時代革命》是說香港黑暴時候 就是記錄一些人 為何破壞香港 為何非法去破壞別墜的一個紀錄片 不過是包裝成爭取自由 很崇高的一個行動 當然 全世界 對於這件事 我想如果你接受的話 就很大問題了 就是說你會不會輸入 香港的革命社會 所以沒有人會追蹤這樣的紀錄片 所以全世界只有一個地方 可以有放影 這就是中國台灣 台灣省的省長 或者他們叫他做總統 蔡英文很捧場 同時也發出很多消息 看很多新聞 說這套《時代革命》的紀錄片 在台灣是大賣 還起這個 勇奪 第58屆金馬獎的最佳紀錄片 在3月8日 就已經是 票房超過1,600,000 還有很多政要包場 播百場 包括蔡英文 也是 全部包場 給一些公館一起看 一齊奉場 拍手掌 說這套紀錄破壞社會 非法暴力的電影 是絕交的功能教育電影 所以全世界 但是台灣這個地方 是這麼奇佛 這麼奇巴 各地就是見地開花 那個導演叫周冠威說 我是世界一份子 有自己的責任 這幫人是沒有國界的 他們覺得是世界一份子 只要是民主自由的人 就是一個國界 大家知道如此 我不批評 也沒有什麼立場 因為這套紀錄片 沒有看過 但是問題是 蔡英文說了很多話 都挺激昂 他說看完這套紀錄片 對香港有徹底概觀 尤其是對香港年青人 用血淚和生命對抗權威 勇敢的為自己 亦都為香港爭取民主自由 令人非常敬佩 他還說 很多朋友就建議 入場看到戲的時候 記得戴紙巾 有很多 很多哭位 可能 蔡英文說 這是每一個台灣人 都應該來看的紀錄片 就是說 台灣應該輸入黑暴 如果有不滿意政府的話 就應該大肆破壞 是不是這個意思呢 不清楚 因為我沒見過蔡英文 沒空請教他 大家都要看 這是爭取民主的 要多謝周冠威這個導演 多謝你了 和你們拍完之後 還有很多風險 才成立這個紀錄片 這個紀錄片 這個紀錄片 有這麼大威力 有這麼崇高 台灣 究竟對於香港 一些所謂 他們叫做手足 就是說 犯了案 參加完這些暴力事件 其實我叫爭取民主自由 就是他們說 暴力事件的人 很多人 就要走路 台灣是不是一個好地方呢 出現問題了 原來這裏是消費香港人 如果真的去到接納 台灣接納香港人的赤道 現在如何呢 是越來越收緊 根據美國資金說 港人定居 難上加難 原來很多的審查制度 很多事情 如果香港人想去移居 我不管什麼理由 你很喜歡他們的小國行也好 你很贊成他們的民主自由也好 香港人去台灣定居 抱歉了 難上加難 難得上青春 好像現在你移民台灣 使用這個投資移民的話 越來越嚴 本來一年 就變成三年 就是你那個 申請期 一個落席 要很多的經營計劃 起碼要聘請兩個台灣人工作 你才可以做到 叫做投資台灣 另外就是要寫詳細的計劃 還要給不同的部門審批 這個就糟了 不同的部門審批 這個部門拋這個部門 這個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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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之重要 令到你基本上有希望 有希望 基本上沒有希望 還有 加上這個國安審查 如果你做過這些 和中國有關的媒體 機構等等 你都不會被接納 換言之 你在香港做官媒 雖然你很突出 搞了事情 你現在去到台灣 人家說你做過官媒嗎 是中國香港 某媒體公司 你可能 都不會被審批 那就糟了 去哪裡呢 就像阿傑說 去英國 捱 200塊的烏冬 很多人很喜歡台灣 台灣其實有很多人申請 2021年有很多數據 都幾可喜 因為2021年有11700個香港人 是獲居留許可 就是可以居留 比以前增加多少 哇 增加了360個 另外185人獲了定居的許可 這個定居就不是獲居留 就是直接再深 可以在這裡住 比去年 即是同比 增加了109人 哇 很大的數字 每年增加100多人 那麼 訪問了這個 台灣中華港澳自由協會的秘書長 淡江大陸 中國大陸研究所的助理教授 蕭督環 他說 口說 蔡英文應該多些 是人道式援助香港人 應該多些 給香港的年輕人在這裡工作 就讀 口說 都是有實際困難的 為什麼呢 原來台灣的社會 對於這些香港的所謂 結晉分子 所謂 看戲就叫做爭取民主自由的 可敬年輕人 但是原來在民間 大家看這些激進的人 他們就不想吸納 因為台灣現在民粹主義都很強 你現在吸引這些人 如果你給了他們優惠 這個問題 這個就吐露出這件事 其實呢 時代革命是用來消費 但是如果你說要吸引多些 香港爭取自由 用暴力爭取自由的民眾來台灣的話 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關乎選票問題 你的選民不like 這個社會不like 你民進黨這樣做呢 所以民進黨就不會做 拿一套紀錄片 不斷包場 不斷消費 免費的嘛 這些消費 不斷宣傳 如果你覺得 喂 原來台灣真的是一個 是追求自由民主 而是不介意用暴力 還有這個叫做非法抗爭 所謂叫做地區 他們自己稱為國家 這些所謂這個是非之地 你就錯了 對方是不會接納你 他還說了這個 蕭督環就說 其實我們很大壓力 因為自從反送中運動 大陸就多次指責 台灣政府教育香港事務 原來很怕大陸的壓力 因為現在港府有少會 駐台人員 變相驅逐台灣的駐港官員 就是說 大陸和香港已經是反制著 這班所謂台灣人 這班所謂台灣政要 所做的一切 他們有壓力 但不要緊 看戲無所謂 包場給你看 看完和你拍張照 拍博囚 無所謂 大家知道什麼叫現實 民主自由的地方 說來講去 不是說原則 想起是說選條 原來台灣民間 是對於這班所謂 在時代革命出現過的 所謂暴力行為的一班香港人 是不接受的 所以民進黨 都不敢碰 於是下一立目 設立很多的審查 所謂的機制 所謂加了很多辣 所謂的審批力過來拘留 令到你知難而退 所以 如果可以的話 我想大家都是 應該去一下什麼呢 去英國吧 吃一下這個 即是 貴一點烏冬 同一時間 說回 說回一個問題 也挺重要的 就是 昨天也說過 美國有個所謂的前官員 前是做中國事務的主任 叫做 博斯科 郭斯科說 應該要 不要再說一個中國 應該開始說他們 美國的台灣關係法 就說 如果中國不放棄武統台灣的原則 我們就成為台灣 今天 在余人節 有一個報道 美國在台協會 有一位處長 叫孫曉雅 我看看我的照片給大家看 這位孫曉雅 不是這位 這位孫曉雅 出席台灣美國商會 2022年 借練法的時候 他們就表態說 美國將會幫助民進黨 當局加強軍事力量 保持台灣的防衛力量 暗示 目前 美國政府 台灣的問題 會加大 和大陸的路線分歧 就是說 反其導致人 不知 你說一個中國 我就說你加中一台 他說這件事 開始來了 就是說 台灣富特難化 似乎 擺在美國的日程表 這個孫曉雅 就說了 中國大陸 在台灣的問題 日益撤撤逼人 持續向民眾黨 私家軍事外交 經濟三重壓力 這個行為可能導致 中國在這個區域 就誤判 所以 除了指責中國大陸的政策之外 他說應該要一節支持這些民主國家 民主國家 你說誰 就是說 做完所有的準備 是在暖身 未來 台灣問題 會好成國際風雲的焦點 再不會是河北戰爭 現在差不多都七七八八了 所謂出現了 所謂 叫做 傳播的疲勞 就是太多了 開始探望這個消息 這個新聞 又來就會在 亞太區 尤其是台海那裡搞事 而且 美國會準備 突破一個中國的紅線 當然 局際會越來越複雜 還有 由於美國現在的對華政策 除了極端化之外 也有很多變化 也都很朝令夕改 也都有不同的雜音 所以說 2022年下半年 如果打的 真是 台灣烏克蘭化的問題 雖然說 台灣 不是一個主要國家 台灣是一個 我們中國領導的部分 所以叫做烏克蘭化 就是美國的手段 不斷推高矛盾 迫使中國出手 出手之後 他就出師又名 這時候可以跟你 作出一個更加強大的反制 如是者 可以達到牽制中國的目標 因為 一打響戰爭 就像俄羅斯那樣 你走就不走 你經濟就受影響 中國進步慢了 美國就可以有機可乘 重新去美國 這個所謂叫做 優先 重新在位態 這個他就算賠 看得到 中國怎麼接招呢 當然 普京講過說 不會打仗的 即是中國 即是中國 在這個台灣問題方面 他有一定的 戰略定力 只是搞這個經濟 這個手段 已經足以可以擺平現實 那究竟什麼的經濟手段 是制台 還是制美 還是制其他國家 有什麼方案呢 普京知道 我就暫時不知道了 大家可以觀察 我沒有人 你怎麼會 你呢 好像